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雞蛋仔絲遊記 我是阿甘,這個頻道會帶大家了解一下新加坡的市民和一些有特色的地方 同時也會和大家比較一下這些市民和地方 在兩地之間有什麼差異? 開始之前,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我們一出新片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 字幕提供 第四個站 Chinatown Interchange 牛車水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第一站Chinatown 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大家想來Chinatown其實很方便 坐地鐵,Downtown Line,直接在Chinatown的站下車就可以了 A出口就可以直接到Chinatown的入口 拍攝這條影片的日子是2月7日下午5點多 差不多放工時間 可以看到Chinatown已經充滿農曆新年的氣氛 到處都是賀年裝飾和播賀年歌 因為貼近放工時間 而且又是遊客區 可以看到街道越來越多人 上來右邊 就會看到一間微震鄉 也有遊客的資訊可以看到 都是英文為主 在Chinatown 看到左右兩邊都有小屋子 當攤 都是賣紀念品和手信為主 新年期間 有些店舖轉為賣賀年的裝飾 例是風、徽春、開運的手鏈、金幣等 通常他們前後舖都會租 後面還有一些地舖 兩間舖都會租 看起來整間舖都會很大 而且很長 剛剛看到這個密雪冰城 就是大陸傳過來的一間雪糕飲品店 我們現在走進去其中一間賣賀年裝飾的店 看到門口都掛了一些炮獎燈 左右和天花板都貼了一些灰春和燈籠 都是很有新年的氣氛 又有買一些開運的手鏈、水晶 走進去一點就會看到一些很長很大的對聯 都展示出來給你看 我留意到新加坡賣的一些荷蓮裝飾 跟香港比較是沒有那麼多卡通人物的設計 例如你不會看到迪士尼亞或者Sanriro的一些灰春 也很少看到一些口語化的灰春、觸可說話 都是一些公器發財、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例如你不會看到旺度飛起 過山爆死 不然有什麼需要做 繼續走進去 右邊有些食肆 或者酒吧 可以喝一下 休息一下 左邊有個雕像 寫著 歷史的回味向紅頭巾致敬 其實他們大約在1934至1938年 有19萬的中國婦女飄洋過海來到新加坡賺錢 為了謀生 這群婦女就跑去做建築工人 工作期間就會帶著紅頭巾 後面就是Chinatown Heritage Center 展示了一些原本的樣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新加坡的Chinatown 其實是叫牛車水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人 Stanford Ruffles 當時他將新加坡 慢慢發展成為 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重要國際港口 當時最先發展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Chinatown 有人在生活 需要用水 所以當時的人 就去附近的兩個水井 打水 然後用牛車 把水運到Chinatown 所以慢慢的人 都會叫這裡做牛車水 上完歷史堂 我們就繼續走 我們走了一會 可能你會留意到左右兩邊 就是一些特別的建築 以前他們是上居下舖的形式 上面就是住人 下面就是開舖 現在呢 上面都不會住人 通常都是被租來做辦公室 或者工作室 下面就照舊 都是開舖 或者開餐廳 左邊這間舖其實挺有趣 它會幫你把英文名字 轉成中文名字 寫在牌匾上 挺有趣的 我想都是標籤一些歐美的遊客 再走遲一個街口 就會看到新加坡的連銷市場 都賣很多零食 啫喱 這樣 來到左邊這間就是韓國的齒餅 四元一盒 七元兩盒 十元三盒 還有一些開心果 還有水果 走過一條後巷 就看到一個茶室的壁掛 就顯示了以前一些人 在這裡喝茶休息的情況 提提大家 新加坡圖鴉是犯法的 他們這些一定是經過政府 找人去畫的 所以自己就不要噴了 繼續走 又是啫喱 還有花生 還有花生 還有瓜子 還有台神 還有台神 然後這間就是 咖啡 還有茶葉 還有日常用品 碗碟碟碟 還有床單 終於有一間也是賣賀年裝飾 還有一些特別的禮士風 設計比較新潮 還有銅錢和金條 給你放銀包 前面這個珍珠房 就是雙住兩庸的一座大廈 都是China Town的一個地標之一 然後這間就是賣賀年食品 都頗特別 很多都在香港 都沒有 如果大家新年來新加坡的話 都可以買回去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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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幾乎 還有一些花生米餅 這個叫蜜蜂鍋 有些年餅 這個小小的盒 我就看它寫10元9盒 我想是因為新年都快到了 所以要清貨 年花來說 通常會買銀柳 可能會買一些 予以招財 就是開運的釣飾 根據你的生肖去選擇 所屬的掛飾 它會幫你剩下的 瓜子 都已經減價減到很便宜 500g 占8元 又5元 這間賣紫菜 又是啫喱 又是散莊零食 然後兩個 comunérium 就買衣服 所以還這麼厚 再來 9月 比較新興 有時做特價的時候,我們都經常吃 都不錯 然後就到林志園 海外沒有其他分店,只有新加坡有 這間就是老字號 很多新加坡人都會在新年的時候訂購的浴缸 看到這間是一間旗艦店 他給你看看 這塊炭是確實用去燒過浴缸的一塊炭 如果大家想嘗嘗一些比較傳統 老字號的浴缸,可以嘗嘗這間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就是美真香 香港也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常買來吃 這間店的特別之處是 即場的烤爐是開放的 你可以看到他在這裏 怎樣製造和剪製給你 也有不同的款式 有圓塊的一大塊 也有剛剛這個遊客買的 好像一個金幣 原型的形狀 除了豬肉乾之外 除了肉鬆蛋卷 米通海頭卷 或者蝦米卷 可以讓你選擇 最後 走到十字路口 你會看到每一年都會用生肖 製造一個裝飾 很多人都會在這裏拍照 今集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對新加坡有什麼看法 下集我們會帶大家遊走 China Town 的夜景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